新北一名两岁多女童确诊后出现发烧脱水等情形 院方安排住进专门照顾儿童的专责病房 十余不佳的孩子如果食量小于平常的一半就有脱水危机 当年龄小于一岁最好不要低于平时的八成 是否有脱水可观察三大征兆 好在点滴注射后女童逐渐恢复 年龄体型较小的孩童 血管较细难施打 加上医护穿着隔离衣戴两层手套 连专门照顾儿童的护理长都觉得要花更多时间 那一天我戴手套我怎么推我都推不动 手套一直滑掉 其实是没有手感的 你必须要靠那些舌灯 撕胶带也不好撕 要开针具也不好看 跟同时间你还要就是安抚小朋友 就是难上加难 为了训练手感 护理长下班后也长时间戴着手套 面对疾病持续精进护理能力 提供更好的医疗品质 大家新闻黄欣言郭家旭台北报道